疫情期间富人更富,穷人更穷,大家都有听说 但是富人究竟变得多富,你能想象吗? 国际慈善机构乐师会近期的一份报告 统计了全球十大富豪在疫情期间积累的财富 不是增加了5%或10%而是翻倍了 2020年3月至2021年11月,短短不到两年 全球十大富豪的总财富已从7000亿美元飙升至1.5万亿美元 平均每天增长13亿美元,真正诠释了什么是日进斗金 疫情为什么非但没有打击富豪,反而加速了他们的财富增长 报告解释,疫情期间各国通过降低利率 向金融市场注资等手段刺激经济,稳定股市 同时,亚马逊谷歌面部等科技巨头也因居家办公和网购需求激增发展迅速 成为经济刺激政策和股市上涨的最大受益者 1.5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? 乐师会报告中说,如果十大富豪每天花100万美元 等要414年才能花完 如果他们把钱全部跌起来坐在上面 那么他们已经完成了从地球到月球旅途的一半 在富人更富的同时 全球99%人口的收入却因疫情而变少 贫困线下人口激增1.6亿 全球最贫穷40%人口的总财富加起来 直到十大富豪的六分之一 乐师会预测,2030年之前 全球将有33亿人靠每天不到5.5美元生活 疫情间财富翻倍的全球十大富豪 个人总资产均超过1000亿美元 特斯拉和SpaceX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和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率先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 其中马斯克的财富增速尤为显著 两年间翻升10倍 超越榜单上的其他常客 约居富豪榜首 对比20年前的富豪榜单 互联网科技和新科技成为新的造福摇篮 将马斯克、贝佐斯、两位谷歌创始人佩奇和布林 以及面部创始人扎克伯格送进榜单 榜单上的老面孔 由霸榜20多年的前首富比尔盖茨 一直发挥稳定的股神巴菲特 以及奢侈品巨头LVMH总裁阿尔诺 2月3日 面部股票下跌26.39% 扎克伯格财富一日蒸发290亿美元 已跌出十大富豪榜单 为了缩减贫富差距 乐视会呼吁向全球十大富豪征收99%的暴利税 之后将收到的8120亿元用于购买疫苗 并帮助贫困国家解决不平等问题 评论区说说你怎么看